螢幕的所有功能其實都大同小異 我可以列個表讓大家自己研究一下 其實就是放大縮小 然後那些框框 那個比例還有D-Squeeze 那些大部分都有 就是DeskView R5跟View World這兩款螢幕是非常齊全的 然後除了我們的DeskView DeskView 那這四款螢幕功能的部分其實就大同小異 像是放大縮小 然後框框的比例之類的 那些該有的都有 那除了我們DeskView它少了也像是那個 Vectorscope 那這四款螢幕的功能其實就大同小異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那這四款螢幕其實就功能大同小異 除了這個DeskView呢它少了Vectorscope 就是那個色彩飽和度的Vectorscope 那這四款螢幕的功能就是 那這四款螢幕的功能就是 那這四款螢幕其實就大同小異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那除了這個DeskView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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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觸控這一台 它少了Vectorscope Vectorscope是這個 呈現色彩飽和度部分 然後它也沒有辦法叫出像這個大哥哥R5的部分 可以叫出全部的波形同時顯示 那十六的部分 神牛的部分功能 神牛的部分多了一個神奇的相機控制功能 就是你可以外掛一個相機控制模組的部分 就是要另購 但是它有這個神奇的功能 你就可以按什麼 開始錄影啊 聽識錄影 然後對焦前後之類的功能 但是它也少了一個功能 就是它的沒有Anamorphic Desqueeze的功能 就是如果你要用Anamorphic Lens 然後也有什麼奇怪的壓縮 那你沒有辦法擠壓縮那個影像 就神奇的小功能 但是神牛沒有把它放進去 那神牛部分 神牛的部分 神牛螢幕它的功能 神牛這款螢幕它多了一個就是 Camera Control 就是你可以相機控制的模組 外掛模組 應該是要另購啦 那你就可以控制你相機開始錄影啊 然後跟對焦前後之類的功能 那但是它也少了一個 軟體的功能 就是Anamorphic Desqueeze 就是如果你用那個Anamorphic Lens 然後你要擠壓Sony的影像 這個螢幕是沒有辦法辦到的 第二種按鈕 你呢 有心有一 limit